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結特別提示 勞工處的黃色工作鼠熱警告亦生效 北韓證實今早早發射衛星失敗 南韓和日本一度發出警報 美軍說解放軍戰機在南海上空靠近美國軍機不必要挑釁 中方就敦促美方停止挑釁 各位我是容家瑤 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特別提示 預計日間氣溫最高35度 提醒市民做好防水和防曬措施 移勞工處早早8時40分發出黃色工作鼠熱警告 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破告 受著熱帶氣旋馬蛙的外圍下沉氣流所影響 我們預計馬蛙將會在今天在台灣以東海域向偏不方向緩慢移動 之後就會移向琉球群島的一帶並且逐漸減弱 預計未來的一兩天天氣仍然持續酷熱 港車北上第一輪網上抽籤結果出爐 第一輪獲分配抽籤的號碼一共有1600個 系統會電郵通知中簽者 並且隨機分配他們遞交申請的日期 申請人一般需要在72小時內遞交申請 港車北上7月1日開始實施開房申請後 第一個星期每個工作日接受200個名額申請 第二個星期開始每個工作日接受300個申請 而第二輪網上抽籤下星期一早早10點開房申請 廣華醫院新急症室投入服務 急症室早早7點半投入服務 有市民提早15分鐘就到達 離看急症的人不算多 整體流程暢順 登記後幾分鐘就可以到分樓站分樓 再到等候區等體症 慎急症室設在新大樓旁邊 面積比舊的增加2.6倍 入口是壁街 門口有車輛想落客點 立法會舉行大會 有議員提出口頭質詢 建議成立大數據局推進智慧城市發展 但是數碼化和數據化 就不是將一份文件 我們就這樣拍了它 全檔就叫做數碼化 你用不到數據 你必須要連通 我們現時有很多民生的資料 基本資料在統計署 是否可以像統計署改一改的功能 變任大數據局 其實我們在財政預選案也好 在先前報告也好 沒有多久之前 我們國家就說 要成立國家大數據局 所以我就覺得 國家都看得到 他們面對的 如果要發展所謂 數字經濟的情況 要去令到 部門與部門之間 做好的協調工作 都需要一個大數據局 香港為何不做這件事呢 有立法會議員提出議案 促請政府制定更全面的人口政策 包括提供誘因提高生育率 香港的老齡人口 也是進入一個超老齡化的社會 所以無論是在青年人規劃自己人生的那方面 無論是社會需要承擔的社會福利或者壓力 亦都是非常之大 不同的國家或者地方 都推出一些很 我們叫進取的一些措施 例如有些助養金 幫小朋友開設一些教育的配對基金的戶口 甚至乎在房屋方面 亦都是有可能抽一些供應房屋 加多支簽等等這一方面的政策 其實我們是希望政府 可以在這一方面的措施 是下多少少少的 當然我們的市民結婚 生小朋友是個人的意願 但是我們怎樣製造一個 可以令他們容易些做這個決定的 一個家庭社會環境給他們 我覺得我們的特區政府是可以做多少少的 國際方面 北韓證實今早早發射衛星失敗 搭載衛星的火箭故障 墜落西部海域 而南韓和日本都偵察到北韓發射飛行器 兩國都一度發出警報 南韓首爾早早大約6時半響起警報聲 有廣播呼籲民眾準備疏散 大約半小時後 說北韓的飛行物飛越西面海域 沒有影響首爾地區 而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就說 北韓在當地清晨6時29分 由平安北道東倉里向南方發射火箭 是自2016年2月發射光明星4號衛星火箭以來 北韓再發射聲稱是搭載衛星的運載火箭 軍方分析中 日本亦曾經在今早早6時31分 向沖繩遠居民發出緊急警報 說北韓曾經發射華爾導彈 呼籲民眾準備疏散 直到早7時04分解除疏散警報 說導彈不會飛向日本 北韓早前曾經說 將會在今月31日到下月11日 發射第一枚軍用偵察衛星 加強監察美軍美國軍事行動 美國軍方說 一架中國解放軍戰機上星期五 在南海上空靠近美國軍機 作出不必要的挑釁行為 中國駐美大使館說 美方頻繁出動飛機和船 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敦促美方停止挑釁 美軍印太司令部發放片段 說一架解放軍殲16戰機 上星期五在南海上空 在美軍R-135偵察機機頭前掠和 迫使偵察機在亂流中飛行 機身搖防 強調美軍軍機當時在國際空域執行例行任務 美國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 安全並負責任地飛行和航行 中方一直強調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 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 以電郵回應美軍的說法 說長期以來美國頻繁出動飛機和船隻 對中國抵禁偵察 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中方頓促美方停止這類危險挑釁行為 停止將責任推給中方 中方便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 類似的近距離接觸 去年12月亦發生過 當時解放軍一架殲-11戰機 在南海上空逼近美軍一架RC-135偵察機 一度距離偵察機機翼大約有3米 偵察機需要作出規避動作 避免碰撞 美軍發放今次事件片段前一日 美方說中國拒絕他們提出 兩國防長在新加坡 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會面的要求 有美方高層國防官員說 自前年開始 中方已先後十幾次拒絕與美軍對話的要求 而畢竟外交部說 美方清楚當前中美兩軍 對話面臨困難的原因 認為美方應當展現誠意 為中美兩軍對話溝通 創造必要的氛圍和條件 保鮮電視記者朱少林不得 多間美國大型企業高層商計訪說 其中電動車生產商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 獲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接見後 繼三年前在上海車廠出席第一部電動車交付儀式後 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再讀訪華 開始第二日行程 他星期二獲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接見 秦剛強調中國會繼續堅定不移高水平對外開放 致力為各國企業改善營商環境 期望中美關係向商戶尊重合作共贏的方式前進 及時踩殺車制避免危險駕駛 善於踩油門推動互利合作 馬斯克同意維持與中國的關係很重要 形容美中利益交融 反對脫歐斷鏈願意繼續拓展內地業務 路透引述消息說馬斯克星期二 亦同供應電動車電池的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會面 內地澎湃新聞引述業界估計 兩個人可能討論零部件供應 還有合作在北美設電池廠等 澎博早前引述消息說馬斯克亦可能獲總理李強接見 討論在內地發展無人駕駛技術 除了馬斯克、波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 相隔四年後亦再度訪華 到上海出席銀行主辦的年度論壇 他星期二與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會面 陳吉寧希望摩通發揮國際影響力和網絡 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到上海投資開業 加強科創和綠色金融的創新力度 強調上海會為企業創造更好條件 拓展新的空間 參與摩通論壇 還包括藥廠輝瑞高層 和連鎖咖啡店星巴克行政總裁納斯汗等 納斯汗表明隨著內地經濟復甦會加快開店步伐 重新到後年會增加2,800間分店 總數達到9,000間 不過只是里程碑不會停步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 先有食客鎮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失物 回到新聞時間 行政會議批准五間巴士公司在6月18日開始 加價3.9%至7% 雲書處處長羅淑珮被問到會否參考港鐵 引入可家可感機制的時候 華會再檢討現行機制如何改善 我們現在每次收到巴士公司的加價申請 我們都會一籃子去考慮很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成本包括對上一次加價和現在相比經濟情況 或者物價的升幅 又或者公眾的接受程度 員工的薪酬等等各個方面 所以現在我們亦都是有個機制去考慮 如果有一個既定的機制 會不會就變成年年都一定加價 這個亦都未必一定是大家最想樂見 但我們會聽到這些意見 我們會回去看看 怎樣可以在我們現有機制那裏再增潤 他出席成巴新巴合併活動的時候 說相信兩巴7月1日合併之後 能夠更加靈活調動車隊優化網絡 達到更加的協同效應以及提升效率 令乘客受惠 接著轉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恆生指數中五收市是報18,178點 跌417點總成交超過527億 看看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美團跌5.5元 騰訊控股跌5.2元 阿里巴巴跌2.1元 盈富基金跌4.3元 中國海洋石油跌6元 恆生中國企業跌1.64元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跌1.4元 又幫保險跌1.5元 中國移動跌1.25元 香港交易所跌5元 香港中華煤氣跌1.01元 恆生科技指數跌91點 報3,610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 額度原額大約411億人民幣 而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度原額大約540億人民幣 至於深港通的額度使用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 額度原額大約410億人民幣 而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額度原額大約543億人民幣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跌25點 上證綜合指數跌23點 深圳A股跌13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103點 美國眾議院星期三審議暫停實施債務上限法案 但部分保守派議員反對 更加計劃罷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由共和黨控制的美國眾議院 核下規則委員會 以7票對6票通過 將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達成 暫停實施債務上限到後年年初的法案 交付全院審議 最快星期三表決 除了四個民主黨議員按慣例全部反對 兩個共和黨保守派議員也投反對票 他們主要不滿法案 未能達至大幅削減開支的訴求 在眾議院四百多席裡 佔45席的保守派黨團、個別議員 更加計劃發起罷免麥卡錫 但未知會不會短期內提出 拖累下星期一 或者出現債務違約的限期之前 法案未能順利通過 麥卡錫相信自己眾議院議長職為穩固 反駁保守派部分訴求已經獲本足 共和黨議員應該很容易投贊成票 跟拜登同屬民主黨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結罰瑞斯就表明會提供足夠支持票通過法案 確保美國被過債務違約 違約危機入望消除 而且通脹仍然高企 路透分析利率期貨顯示 市場曾預期聯儲局再加息四分一來的機會超過六成 而且不再估計今年會掉頭減息 李善美聯儲銀行行長巴爾金關注 通脹較好多人原本預測都頑固 雖然現時利率已在緊縮水平 但消費、旅遊等仍然刷新紀錄 暗示加息幅度未必足夠 但強調是否需要再加息很明朗 星期五公佈的就業數據是重要指標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 各位我是容家耀 這裡先看一些財經新聞 財政消息市長陳茂波說 未來幾個月會加強與內地互聯互通 下一步在未來幾個月 我們在交易所裡會盡快推出 人民幣計價的股票交易 接下來也包括股票南向通 納入更多人民幣計價 這個只是第一步 我們還要在這方面多加努力 一個方面給我們自己沒有發展 另外一個方面也助力人民幣 穩勝推進這個國際化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是報18,178點 跌417點 總成交超過527億 看看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美團跌5.5元 騰訊控股跌5.2元 阿里巴巴跌2.15元 營副基金跌4.3元 中國海洋石油跌6元 恆生中國企業跌1.64元 京東集團跌5.7元 南方恆生科技跌1.02元 香港交易所跌5元 建設銀行跌7元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回奉控股跌1.4元 有邦保險跌1.5元 中國移動跌1.25元 香港交易所跌5元 香港中華煤氣跌1.01元 恆生科技指數跌91點 報3610點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跌25點 上證綜合指數跌23點 深圳A股跌13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103點 內地製造業活動出乎市場 預期鑽約 國家統計局公布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連跌3個月 5月報48.8是5個月的低位 而且連續2個月在50以下的收縮水平 市場原本預期立為回升 而反映服務業的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連跌2個月 5月報54.5是4個月的低位 差過預期 但延續今年以來的擴張狀態 服務業當中 餐飲、住宿、運輸和科技等等都持續增長趨勢 但金融和地產業就收縮 製造業方面 中小企表現進一步進躍 生產和新訂單指數收縮程度加劇 國家統計局關注製造業需求明顯不夠 企業產能釋放受到抑制 但對前景信心穩定保持樂觀 從高技術、包括裝備製造業等等 他們這個回暖的跡象已經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說以結構調整升級、高質量發展 為引領的經濟的全面回暖態勢 正在逐步地顯露頭角 在這個時候一定要保持定力 從飛車載業中間的建築業來看 還是保持一個高位運行的趨勢 為未來這種投資需求來拉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還是奠練了比較好的基礎 上海市歷增到2025年 打造成亞洲資產管理的重要樞紐 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總局副局長郭平說 上海高度重視資產管理行業發展 歷增到2025年打造成亞洲資產管理的重要樞紐 賣入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城市前列 下一步上海將會聯同各方發揮好已經有的優勢和特色 著重由多方面加快推進全球資產管理中心的建設 其他新聞 立法會舉行大會 有業員提出口頭質詢 建議成立大數據局 推進至為城市發展 但是數碼化和數據化 就不是將一份文件 我們就這樣拍了它 全檔就叫做數碼化 你用不到數據 你必須要連通 我們現時有很多民生的資料 基本資料可能是在統計署的 那是否可以像統計署 改一改的功能 是吧 變任大數據局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財政預算案也好 在宣言部局也好 我們都在提 就是沒多久之前 我們國家就說 要成立國家大數據局 所以我就覺得 國家都看得到 他們面對的 如果要發展所謂數字經濟的情況 要去令到部門與部門之間 做好的協調工作 都需要一個大數據局 那香港為何不做這件事呢 港車北上第一輪網上抽籤結果出爐 第一輪獲分配抽籤的號碼 一共有1600個 系統會電郵通知眾籤者 並且隨機分配他們遞交申請的日期 申請人一般需要在72小時內遞交申請 港車北上7月1日開始實施 開放申請後 第一個星期每個工作日接受200個名額申請 第二個星期開始每個工作日接受300個申請 而第二輪網上抽籤下星期一 朝早10點開放申請 國際方面 美國軍方說一架中國解放軍戰機上星期五 在南海上空靠近美國軍機作出不必要的挑釁行為 中國駐美大使館就說 美方頻繁出動飛機同船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 危及中國國家安全 敦促美方停止挑釁 美軍印太司令部發放片段 一架解放軍 中方一直強調對南海諸島吸氣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辨的主權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 以電郵回應美軍的說法 說長期以來 美國頻繁出動飛機和船隻 對中國抵近偵察 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中方頓促美方停止這一類危險挑釁行為 停止將責任推給中方 中方便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 類似的近距離接觸 去年12月亦發生過 當時解放軍一架殲-11戰機 在南海上空 迫近美軍一架RC-135偵察機 一度距離偵察機機翼大約有3米 偵察機需要作出規避動作 避免碰撞 美軍發放今次事件片段前一日 美方說中國拒絕他們提出 兩國防長在新加坡 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會面的要求 有美方高層國防官員說 自前年開始 中方已經先後十幾次 拒絕與美軍對話的要求 而在北京外交部說 美方清楚當前中美兩軍對話面臨困難的原因 認為美方應當展現誠意 為中美兩軍對話溝通 創造必要的氛圍和條件 報仙電視記者朱少林不得 科屬於北部塞爾維亞族人不滿市長選舉結果 揚言會繼續示威 而北約增派700人去協助處理衝突 中方奉勸北約做有利於地區和平的事 科屬於北部塞爾維亞族人聚居的知偉前市 星期二市面大致平靜 有北約維和部隊人員在政府大樓外戒備 知偉前市前市長米洛薩夫列維奇表示 當地的蔡族人會繼續示威 每日都會增加留在政府大樓外的示威人數 直至在大樓駐守的人員撤走 以及當選的阿爾巴尼亞族身市長 放棄到政府大樓里辛為止 超過九成人口是阿爾巴尼亞族人的科屬玉 原本屬於塞爾維亞2008年宣布獨立 但塞族人不接受 只是承認貝爾格內德是他們的首都 他們聚居在科屬玉北部佔當地人口的大比數 上個月北部進行四場市長選舉 塞爾族人因為不滿選舉 未能滿足他們增加自治權的要求 予以杯葛 選舉投票率只有3.47% 亞族人當選市長 新市長準備離身 令兩族矛盾升溫 連日有塞族人示威 阻止新市長上任 示威演變成衝突 北約調派維和部隊到當地協助處理衝突 有報道說 星期一的衝突中 北約部隊和示威者都有人出動催淚彈和震撼彈 北約說有30個維和部隊人員受傷 塞爾維亞總統姆薛奇就說有52個塞族人受傷 姆薛奇已經下令塞爾維亞軍方進入全面作戰戒備狀態 並進一步而近接任科塑族的邊境 科塑族總理富二帝就將衝突歸咎極右塞族人 目前科塑族境內有4000個北約部隊人員駐守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藤貝格在挪威出席北約外長會議時宣布 將會再調派700個行動後備部隊人員前往科塑族增援 並要求更多後備營人員隨時後命 他又呼籲科塑族和塞爾維亞政府採取具體行動 為局勢降溫 美國和歐盟也都敦促各方採取行動緩和局勢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高度關注科塑族局勢 中方高度關注相關動向 支持塞爾維亞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努力 反對普利什蒂娜臨時自治機構採取單方面行動 呼籲將組建塞族城市聯盟的義務落到實處 發言人又奉勸北約切實尊重相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真正做有利於地區和平的事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不少老人家都有聽障問題 不過坐聽器的價錢都不低 政府最近擴大長者醫療圈的涵蓋範圍 令老人家可以用醫療圈買坐聽器 在選用的時候有甚麼要注意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現在全港有超過20萬個聽障人士 當中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政府擴大醫療圈使用範圍 令他們可以用來買坐聽器 不過有團體就關注 本案聽力學家的人數不足 長者又未必懂得找他們 亦都擔心老人家被其他銷售人員誤導 鎮長者和他們的家人應該怎樣做呢? 80歲鏡 吳伯伯伯每早都會去柴灣街市買菜 十幾年前他的聽力開始衰退 要佩戴坐聽器 50歲 不過9個月前 他原本正在用的掛耳式坐聽器壞了 換了有線的坐聽器 現在去街市等比較吵集的地方 就經常聽不清楚 很差一點的 好像現在說話都比較差 因為那些聲音 太吵了頭 始終都是差一點的 不方便 你知道買書肉 你知道我老闆說什麼才行 做得大聲一點 所以我們有時候這些農的人 說事特別大聲於你 因為你聽不到 我們農人是這樣 希望你大聲一點說 我才聽得到 所以對不起 吳伯伯說 雖然以前用的掛耳式坐聽器方便很多 但無論是維修還是買同款都很貴 考慮再三唯有放棄 因為搞那隻 維修費貴 第一 維修費要五千元的維修費 我們退後的時候 有多少個五千元 四年左右就維修 四年之後就維修 就是 空間不要再維修 我便收到五千元 一隻 兩隻有十萬元 我現在買這一套都是五千元 我省一省多少 這些沒辦法 我們這套有時候是要省的 政府推出的長者醫療券 向合資格年滿65歲的長者 每年發放兩千元醫療券 而每年未用的金額可以累積 上限八千元 醫療券原本涵蓋中西醫 牙醫等十類醫護專業服務 今年四月底開始新增四類 老人家可以用長者醫療券 購買在認可醫療專業註冊明冊下面的 聽力學家、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 和言語治療師所提供的服務 和經他們提供的醫療設備 預計為及近一百七十萬名合資格獎者 吳伯伯聽到消息之後 立即打算用醫療券 換一個新的掛耳式助聽器 當然拿來用 不用我自己付錢 最好政府付錢 是兩回事 我們有能力當然快些當然好 好美的 即是A4 如果便宜的當然沒那麼好 有時間大家都一樣 不是那麼好 其實不方便 很不方便 鋼字很不方便 那隻就是很方便 很精細 無緣無故 動都可以 跳舞都可以 但這隻就沒那麼方便 現時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名聽將人士 當中大部分是長者 不過市面上的助聽器價錢 由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 林永成一直關注長者醫療問題 他說助聽器價錢昂貴 長者很多時候需要用退休金 或者儲蓄去購買 對於沒有收入的長者來說 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 他認為當局將醫療勸擴展至涵蓋聽力學家的服務 和購買助聽器 有助減輕長者的財政壓力 他們真是不捨得用的 甚至有些街坊是可能壞了那一部 他就賣一部很差的張袖用著 其實收得不好聽得不清楚 或者就直接不理這個健康問題 有得他擺在那裡 就一直惡化 聽不到都不理他 如果現在走到那些死裡 我們都有跟他們問過 他們都會兩千兩千元這樣儲存 都有四千元去買部機 他們都會走的 麥蓋以往坊間曾經出現醫療勸騙案 他擔心未來使用範圍擴大之後 這些騙案亦都會隨之而增加 最多的問題就是不同收費 他說明明用醫療券 為何會貴了幾百元 這個是最多 或者有一些不必要的服務 額外的收費 可能目的其實都是想賺盡獎者 手上的醫療券沒有一元的醫療券 明明是不必要的服務 他都說你都用一下 因為反正政府錢就強行推銷給長者 現時本港大約有一百多名聽力學家 但當中只有55個 在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名冊上面 林永成認為聽力學家人數不足 長者又未必懂得找聽力學家 擔心長者被其他銷售人員誤導 其實長者他真的不知道誰是聽力學家 他去到說有個人幫他開證明 說你買哪款 他們可能跟著銷售也好 或者工作人員也好去推薦去買 有些銷售人員 他可能覺得 其實你買一部貴一些都可以 你可能不需要 這部太差了 雖然適合你用 但你可以買一部貴一些 金額其實是翻幾倍的 由5000元突然變成15000元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長者較難掌握聽力學家的資訊 建議政府透過地區匡見中心提供協助 如果能夠在我們現在全香港的地區匡見中心 也都可以提供到一個這方面的諮詢服務的話 就會最理想 因為其實長者知道哪裏有地區匡見中心 是多於知道哪裏有聽力專家 所以如果地區匡見中心都可以提供到這個服務的話 就可以大大舒緩在這方面的壓力 為了避免出現醫療勸騙案的情況 梁稀建議政府加強巡查打擊不良商家 但我們見到在過去 是會用一些威逼利誘的方法 高壓的手段 或者欺騙詐騙的手段 來去騙那些長者 固然這些是一小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好的 但這一小部分的壞分子 就要監管好他們 政府是可以去放蛇 去看看有沒有用一些不恰當的銷售手法 去騙那些老人家這方面 還有就是密切地監管他們的數據 衛生署在公布計劃的時候表示 已經就醫療勸計劃制定了檢查和審核措施和程序 並且會就接獲的投訴進行調查 如果發現違規情況 會採取適當的行動和措施 香港農人福利促進會 為聽障人士提供不同的服務 包括輔導、聽覺和醫療服務等等 他們建議長者的家人 陪同長者一起尋求聽覺服務 減低長者受騙風險 當然我們不想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希望醫療院可以切實幫助長者的需要 本身坊間都有分一些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 以及一些私人公司提供服務 非政府機構來講 可能做一次聽障人檢測 大概40元到140元左右 如果去到一些私人公司 他們可能大概收費三、四百元左右 這個可以給一些長者和家人去做個參考 張漢華說 助聽器有很多不同的級數和功能 亦都有不同的特別功能 但最貴的不一定不最適合 長者應該要視乎自己的需要購買 有時不是說最貴的助聽器就最適合他們 因為譬如一些藍牙功能 很多時候是幫助聽障人士 可以透過藍牙功能駁通手的電話 幫助他們更容易聽電話 可能會有一些需要工作的聽障人士 長者這方面看看他們有沒有這個需要 如果沒有這個需要 又未必需要這個功能 相對來說可能他們不需要宣負 這麼高規格的助聽器 他建議在選購助聽器的時候 可以選擇去提供售後服務的機構 其實都鼓勵他們戴 看看對不對 戴是否舒服 看看清不清楚 會不會有很多雜音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其實我們鼓勵他們回去 找回那間賣的公司或者機構 去做一些 看不清楚 可能找聽力學家再做一些跟進 可能調教回那個機 可以配合那個證人士的需要 或者耳帽好像不舒服 可能可以找回那些公司 請那些技術員幫忙 去調教耳帽的 時事多面看 今集時間夠了 再見 今集時間夠了